这是一颗神奇的药丸 只要吃下它就能随机解锁一种超能力 而这个男人拥有隐形的能力 他可以像变色龙一样 根据周围的环境随时变好 他二话不说就去抢奸银行 因为药丸的时间只能维持五分钟 所以他必须速战速决 警察弗兰克赶紧追了上去 两人重重的摔在了大街上 变色人紧起枪 对着弗兰克扣动了扳机 本以为他会命丧黄泉 结果却毫发无伤 就连嫌疑犯都没有想到 他抱起抢劫犯就是一顿暴揍 将其绳之以法 原来弗兰克在进入银行前 也服用了超能力药丸 他也随机获得了强硬无比的身体 在逮捕变色人后 队长发现弗兰克吃了超能力药丸 便打算开除他 因为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身为一名警察更应该以身作则 同时这种药丸的副作用非常大 要么变强要么死亡 药丸诞生后 出现了很多犯罪活动 所以政府也禁止了人们吃这种药 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 还是有人铤而走险 而弗兰克则解释说 自己只是为了阻止犯罪 如果今天没有这个药丸 他就死了 队长却拿出一张照片 这就是幕后主手 只要你抓住他 那么就能将功骨过 而另一边 照片上的黑人男子杰克 拿着喷子找到了一名 街头售卖药丸的混子马特 他的目的是要马特供出药丸的供应商 原来杰克并不是药丸的供应商 而马特也不是软柿子 他直接拿出一颗药丸吞下 他的身体立马发生变化 他的皮肤开始爆发出火焰 衣服也被燃烧 瞬间变成了火人 更加恐怖的是 为了让自己更加强大 火人又吃了三颗药丸 杰克在一旁瑟瑟发抖 他找准机会把火人一把推进了一旁的浴缸 眼看火势简小 他也没有放弃逼问供应商是谁 然而还没问出什么东西 火人突然口冒火焰 身体瞬间爆炸 杰克通过火人的手机 找到了同样在卖药丸的小女孩 小女孩虽然年纪小 但为了给母亲筹集药费 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很久 顺着小女孩的这一条线索 杰克找到了幕后主谋的一个小据点 原来幕后的人在药丸上面装了定位系统 以便他们观察使用者的反应 从而生产出更加强大且稳定的药丸 他们只是一群小白鼠罢了 路上 杰克和小女孩讲了一些他的故事 和自己寻找药丸供应商的原因 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原来杰克是一名特种兵 被组织抓去做精英实验 然后获得了超能力 自己的超能力害死过很多人 而自己的女儿也遗传到了自己的超能力 而在这之前 超能力只能通过药丸来短暂激发 杰克的女儿确实天生就具备超能力 这对幕后公司研发药丸来说非常重要 于是派人抓走了杰克的女儿用来研究 杰克从此便踏上了寻找女儿之路 与此同时 幕后公司的一名负责人 正在给客户讲着药丸的神奇之处 女人本来还有些犹豫 但是被不断洗脑之后吃下了药丸 只见她瞬间瞳孔变大 口吐寒气 手臂触碰的地方瞬间结冰 变成了冰美人 你们说女国火人和冰女PK的话是会赢呢 这时杰克趁大家不注意 直接抓住了负责人询问他女儿的下落 这时买家和卖家发生了争斗 他打坏了控制器 女人痛苦不堪 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冰雕 杰克询问负责人自己女儿的下落 负责人宁死不屈 杰克逐渐失去了耐心 不见棺材不落泪 直接背了他几根手指 在杰克的威逼之下 他说出女儿在一艘名为创世纪的船上 就在这时 富兰克感到 他本想趁机逮捕杰克 但是杰克伸手了得直接反制了他 就在这时 负责人吞下了超能药丸 瞬间变成了力大无穷的巨人 逼配版绿巨人闪亮登场 不过这个战斗力属实是差了一个档次 因为就被废了几根手指 导致他只能放在自己一边的手 杰克机智的弄开了煤气管道 然后一将摄取 直接了结了他 出来后 富兰克想要逮捕杰克 然而杰克在车上向富兰克 道出了真相 他并不是所谓的供应商 供应商为了在他女儿身上 摄取药丸的配方 他自己也要寻找他们 他是来救女儿的 而真正的供应商在船上 而派你来的那个队长已经被收买 你想想他为什么只派你一个人来抓这全市最危险的人呢 果然下一秒队长就发来信息 让他待在原地 富兰克相信了杰克 随后杰克被绑上了船 富兰克想要上去 却被另一名警察当场拦下 无论富兰克说啥 他铁了心不让进去 这一下他彻底相信了杰克说的话 既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富兰克一个左勾拳一个右边腿就把手兵解决 他还找到了一同前来的小女孩 两人开始计划救出杰克以及他的女儿 富兰克和女孩跟着潜入了金控室 商量好如何救出杰克 小女孩在操控室一边开门一边给富兰克指路 损失的胡子男让操纵室开门 却没有任何反应 他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随即吃下一颗药丸变成了大力士 一拳就把门给打开了 他逐渐的冲向了操控室 小女孩也在监控里发现了杰克的女儿 他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富兰克 此时信号被干扰 富兰克听不到他讲话 然而角落的一个坏人吃下了药丸 他只好拿起麦克风对富兰克说 你后面有人 整船的人都听到了 而这个坏人的超能力居然是可以控制骨骼 他就像尼秋了一样怎么都抓不住 但感觉这个超能力出了滑也没什么作用 在富兰克和小女孩的配合下 直接让他归心 这时操控室的门被大力士一拳打开 小女孩已经通过求生通道逃走了 他前去找杰克的女儿 杰克的女儿听到父亲来了之后 感动得快哭了 而另一边 富兰克去救杰克碰到了大力士 功夫再高也怕踩刀 再大的力气遇到喷子只能绝望一枪秒杀 这时的杰克终于见到了女儿 深情相拥 四人准备逃走时 集装箱上出现了一个顶级杀手 他的手臂和腿上长出了锋利的刀子 看着像金刚王的迪佩版 他从集装箱上跳下来 一把抓住了凡人可和他的女儿 杰克一枪打偏 喷子也被折断 杰克负责拖延时间让他们赶紧上床 虽然是变种人 但杰克可是特种兵 丝毫不占下部 关键时刻 小女孩放下一旁的大铁锤 重重的砸在了变种人的身上 最后被自己腿上的刀扎死了 然而小女孩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坏人抓走 他被当成了人质威胁杰克交出女儿 于是迫不得已 杰克终于开启了大招 毕竟他也是服用过超能力要玩的 杰克的超能力是能控制周围的一切 并且瞬间碾碎他 子弹都能瞬间捏碎 就这样 一阵强大的冲击波过后 坏人全军覆没 而强大的能量消耗 让杰克的身体支撑不住 这时女儿走了过来 使用他一直没有用过的超能力 让父亲满血复活 好 影片就此结束 如果让你们选择一种超能力 你们会选择什么呢 好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